白蓝地和威士忌的区别 白蓝地和威士忌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原料、色泽、产地、度数上 具体如下 一、原料不同 白蓝地特指用葡萄作为原料蒸馏、酿造出的酒 威士忌则是以大麦、玉米、黑麦等古物酿制的蒸馏酒 二、色泽不同 白蓝地色泽金黄透明、香醇浓郁 威士忌的颜色为琥珀色 三、产地不同 白蓝地发源于荷兰、威士忌发源于苏格兰 四、度数不同 白蓝地酒精度数一般40至45度左右 威士忌酒精度数一般40至60度左右 威士忌的分类主要以原料、储存时间、酒精度数、国家产地进行区分 根据原料的不同 威士忌酒可分为纯麦威士忌酒和古物威士忌酒以及黑麦威士忌等 根据酒精度 威士忌酒可分为40至60度等不同酒精度的威士忌酒 威士忌酒